就是在我来澳洲之前有梦到师父带着一朵莲花,带着我的莲花来,然后牵着我的手上的莲花,就告诉我我们一起回家吧,然后师父有说到,师父跟我说,我会先带你回去天上的家,然后我才跟在回去。 什么,我先带你上去啊? 对,就是说,因为我之前师父有导致电话给你,师父有说,今年一定要拜师,我已经拜了师,如果不然的话,就是今年里面会回去天上。 哦,所以你会走掉,对,拜了师过后,的确又在梦到师父陆续都一直来,最重要是在祭祀拜师的时候。 上一回师父有在电话通话里面说到,师父会有问过我带过观星菩萨来见我吗? 那一通电话一开了过后,师父你真的在梦里面带了观星菩萨来见我。 观星菩萨穿着最美的粉红色的衣服,全部很庄严,也就是在我拜师当天观星菩萨来的时候穿的一模一样。 嗯,现在知道了,观星菩萨一般我看到他就是两套,一套是雪白雪白的,很漂亮的。 对,还有一套就是他开心的时候,有喜事的时候,他就穿了一套粉红色的。 对,师父在弟子拜师的时候讲到观星菩萨今天穿的最漂亮是在新加坡拜师的时候。 你看见了? 你看见了? 对,我就想到,在我梦里面看到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在拜师的时候也想请问你,师父当天我在拜师的时候,一般上都是去到南天门嘛。 但是我在拜师的时候看到是西天门嘛。 哇,那也很厉害了。 你从那个门上去了? 哦,就是西天门进去吗? 西天门也可以上去的。 也可以上去。 西天门应该也在须弥山附近了。 哦,OK。 很厉害了。 就是过后有看到法船来接我。 看见谁? 马车是吧? 法船,对。 法船来接你的。 对,然后我就过后看到,就醒起来,就看到师父在磕头了。 你知道,你知道法船实际上在天上面就是,用现在话讲就是宇宙飞船呀。 哦,OK。 就是法船呀。 哦,OK,在三天前的时候有梦到师父, 有梦到,有一艘法船来接我,上去, 然后看到一路上全部都是八宝塔,青色的。 对啊,对啊,对啊。 每个八宝塔里面都有菩萨住的呀。 哦,OK,很庄严。 然后旁边有一些岛,好像一个岛,一个岛,好像一个区域,区域这样子。 对,对,对。 很庄严。 天界,这是天界。 哦,OK。 嗯。 还有师父前天有梦到你,就是来到观音堂的时候,就告诉我,你就跟我说,你这两胆灯你可以结缘吗? 这代表是真的要结缘,就是要买那两针给观音堂吗? 啊,不是结缘灯,让你新灯啊,点燃你的新灯啊。 哦,OK。 啊,结缘在这灯,就是把佛灯点燃你的新灯啊。 心里要有灯啊,灯是什么?灯是明亮,所以很多问题的看法要明亮,不要黑暗。 不要看到阴,要看到明亮,听得懂吗? 明白,因为这两三天都一直梦着师父,我都把神来到。 啊,你知道,说明你这个人还是上辈子修得很好啊。 嗯,还不是很好,师父,因为我现在在澳洲是来做功德。 啊,那么也非常感恩关心,菩萨感恩,师父。 啊,你自己好好努力,是世界上很多事情是水到渠成,并不是说想做什么马上做的。 有机会,有机缘,跟菩萨的缘分深,他还是要看有这个缘分的。 有缘分,但是并不代表马上就会有机会,听得懂吗?要等的。 很多事情要靠等的。 好的,还有师父就是梦到你说,梦到你来拿莲花来寄我回去天上的时候, 当时你好像有给我知道是指着五只手指。 过后我回到观音堂的时候,我就求了菩萨。 把菩萨就是给我一年告诉我剩下五天,我就要回去了。 过后再求菩萨,五天是天上的还是人间的呢? 他告诉我是天上的时间,五天。 五年啊? 就是五年,对吗? 五年之后你,五年之后你可能会把你拉回去。 那你自己要有大愿力,你如果现在还不想回去的话,那你就是要有大愿力了。 你要度人啊,要度多少人啊,这种可能才能解脱啊。 否则的话你这个五年之后真的会走的。 好的,还有就是师傅如果放甲鱼的话,就是之前听到你有开始其他的同修,就是说如果要严寿的话,要再继续在人间度众生的话,就都更多有严重上飞,放甲鱼是指着,这是九只对吗? 对啊,你最好是这个放甲鱼和许愿度众生都要一样,那就好了。 好的。 好的。 你这个可能,所以如果五年之后,如果上去的话,有可能真的到回到天上去了。 对,最近都梦到一直在天上,就是师傅会带我去,或者我自己去,就是坐法船,或者是有莲花来。 是啊,这个是好事情啊。 但是如果相信的人觉得很开心啊,他去院子,但是一般的人总是要希望在人间多留一会儿啊。 明明知道人间很受苦的,他说我全面吃苦啊。 是的,就是这样的人苦啊,师傅可以开示我几句吗? 就真的就不好啊。 所以,开示句叫以苦为乐啊,你要看你做的苦是什么苦。 比方说你是能够消掉你的恶缘的苦,那不叫苦啊。 如果你能消掉自己的业障,你多好啊。 你如果能够做功德的话,你很发喜的啊,听不懂啊。 对啊,对啊,对啊。有发自从嘛。 啊,就是这样。 啊。 到这里 Excepts 所以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